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有请主角》 今年年初 一张名为 《冰花男孩》的照片 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照片当中 这个衣衫单薄 脸蛋通红 头发 在冰花覆盖的小男孩 名字叫做《王浮满》 那天一大早啊 八岁的小浮满走了 四点五公里的山路 赶到学校 参加期末考试 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寒冷了 到学校的时候 他的头发 睫毛都结冰了 《冰花男孩》小浮满 让人心疼 但是更让人佩服 一个八岁的小小少年 克服了艰苦的生活条件 为了未来坚强地努力着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和福满一样的孩子 他们过早地经历着风霜和雨雪 背负着生活的重担 但是却从来不怨天尤人 而是挺直脊梁 坚强向上 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 正是这样的 力气招 金锦 婚 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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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铁柱 今年17岁了 来自吉林昌村 我是一名二人战的小演员 二人战的演员 17岁就这么厉害了 你几岁开始厉害的 我是从7岁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二人战 7岁 对 你看这个像我这样的老年武功 我这个行不行 但这一个马丁老师 转个两小时没问题 我一般三小时没问题 夸下海口 要不要试试 对啊 来 这不是很简单吗 就这样 你教我一下 不要教他 这个就是一个技巧的问题 要是我们 我要说的情况 非常简单的 就这一刀就起来了 哇 接住啊 你这手折到 来 那我怎么就转个门呢 他怎么不听我们都喜欢 那我再给你来个简单点的老师 来个地转 你看你们模仿学校 看着啊 正常来说容易一些 看 地转 他怎么这么听你话呢 我还说这样 这是地转 我来 我来 你来 来 来 接着 我就不信了 他信你 一 二 三小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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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一般三小时没问题 事实证明了 人家一点天分都没有 我听说铁柱除了可以转手 就还可以转一些 我们匪夷所思的大物价 就是只要我这个 这只手指头 我能顶起来的东西 几乎我都能转 小猫子 这个舞台不能吹牛 我一般三小时没问题 我这没转 我来把我的那个道具给我拿上来 这个也是手绢 这个手绢呢 给它加大了一下 只有两米多 最起码 老师 你站起来 我给它看 几乎就没了 几乎就没了 我把它转起来 你看怎么样老师 这里能转 我能转起来 真是开玩笑了 看着啊 天哪 这得 这么大啊 很沉耶 这得一纸缠了 真能转起来 好厉害 像一个太阳啊 这个厉害了 好漂亮 太帅了 太帅了 走起来 太了 厉害了 太厉害了啊 这童子宫真不是盖的 马丁到哪去了 马丁就没了 马丁使坏去了 他还能干嘛 你干嘛 既然来都来了 说什么都能赚的 这位小朋友 来把这个给你赚了 你别瞎吃了 这也是做的呀 这是做的 哎呀 我试试我能赚 你赚不了也没关系 不是 马丁主要是 他那个被子和那个大手绢 他还是有支撑点的 你这不厚照 你这打厂子 他刚才说 只要手绢能顶起来就能赚 没问题没问题 解做 你可以拒绝 可以拒绝 今天既然马丁老师 把这个椅子给我拿上来了 我就必须得赚 我后面还一拨 是呀 来吧 这个真的可以赚吗 真可以啊 铁柱这转手绢的功力 的确让人叹为观止啊 我觉得阿基敏德的一句话 改改 用在铁柱身上正合适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转起整个地球 此话说 命运舍一顿饭 不舍二人转 东北人对于二人转 那叫一个执着啊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铁柱的爷爷 爸爸 那都是二人转的铁杆粉丝 不仅爱听 还爱演啊 这一看见 由哪演出二人转啊 那绝对是马上 撂下手里的活 冲到舞台上 所谓有其父 必有其子 铁柱当仁不让地 遗传了这二人转的基因 从两岁起 他就在阳哥队里 打头阵了 穿着红衣服 涂着红脸蛋 抹着红嘴唇 那家伙 得扭得可殆尽了呢 因为爸爸 是村里二人转里 唱得最好的 所以铁柱从小啊 最崇拜的偶像就是爸爸 铁柱跟爸爸 可谓是形影不离呀 就连爸爸开车出去送货 他都哭着闹着 非要坐在那副驾驶上 为啥呀 因为爸爸的小面包车上 装了个小电视 一开车啊 这里边就开始放二人转 爸爸就跟着哼 铁柱呢 也跟着唱 就这样 小铁柱学会了 一段又一段的二人转 铁柱九岁的时候 爸爸看儿子对二人转 实在是痴迷 就决定把儿子送到二人转学校 这个决定 我还以后 先讨论 他来个屁股 升上 又来个屁股 这种证习 hatte 如果你绰讨论 就对了 你也要 点飞 从小铁柱 这一点 是 我 好 以前 我 都不اه 过 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他怎么喊 怎么摇 爸爸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因为一场车祸 爸爸永远地离开了铁柱 而就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天 他还不忘记给儿子交齐了第二年的学费 那一年铁柱十一岁 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 梦想的路上 没有了爸爸的陪伴 铁柱只能自己背负着两个人的愿望 孤独的前行 他咬紧牙关 不分白天黑夜拼命地练 练得斜张了嘴掉了底 他也不敢停 因为一停下来 他就会想爸爸 他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 铁柱含着眼泪 唱完了一曲鞭打如花 这场表演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铁柱赢得了泪主 而接下来 他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连续缠连了七七泪主 最终拿到了年度总冠军 小铁柱实现了父子俩共同的梦想 然而命运有时候就是那么的无情 刚刚走出阴霾的铁柱 却又一次遭到了生活的重炒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祸不担心 生活又给了我重重的一击 在我爸去世的两个月后 我们家的房子 又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大火 虽然家里的人九死一生地逃了出来 但是家里的房子和院子 几乎全部烧成了废墟 烧得只剩下半间房了 而我的妈妈 竟然因为连番的打击 精神失常了 对我的姥姥接回了娘家 半间房里 只剩下三个人 十一岁的我 患有心脏年夜流的爷爷 和躺在床上五年 说不出话 却不停流眼泪的奶奶 那一刻我意识到 我必须要挺住 因为这个家 只能靠我了 真的很感动 就是觉得小小的年纪 很坚强 特别不容易 我现在明白了 你这么小 雪二人转 原来承载着 你和爸爸两代人的梦想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小时候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爸爸在你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爸爸他是一名军人 对我的要求呢 是非常地严格的 哪怕翻一点说 我爸都非常严格地要求我 但是在我的心里 我爸爸永远都是 独一无二的 最伟大的人 所有 对我爸爸说的这些话 我希望在天有灵 我爸爸能够看到 能够看到 他儿子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有这么多观众来看着 我希望天堂的爸爸 应该是非常欣慰的 肯定会的 所以铁柱在11岁的时候 家里面连续遭遇变故 但与此同时 你又站起来 去拿到了那个比赛的总冠军 这对你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 有没有一些改变 我比赛的时候 获得了很多的奖品 包括有电视机 冰箱 微波炉 很多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分配好了 我说给我妈拿一个冰箱 给我老儿拿去一个微波炉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爷爷他就突然休克了 就是病危了 他心脏长一个年夜瘤 就如果不手术的情况下 那个年夜瘤要掉下来 堵着血管的情况下 我爷爷就离开我了 我父亲已经走了 我不想再让我爷爷离我而去 奖品没有了 我可以再赚 但是我爷的生命 只有这一次 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奖品 全部卖掉了 当时这些奖品加起来 能有一两万块钱吧 还有社会上很多的好心人 又给我捐钱 包括很多的就是往我卡里打钱 连姓名都不留了 铁柱在此感谢一下 社会上的好心人 对铁柱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但我此刻也在想 那时候你才11岁啊 这个年龄是很多孩子 还在父母身边撒娇的时候 你要承担其家庭 这样的一个重担 你感觉到委屈吗 毕竟是个孩子啊 我没有感觉到委屈 因为我感觉照顾爷爷奶奶 那就是我的责任一样 说到委屈和遗憾的情况下 就是我的爸爸 看过我翻过几次跟头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 就是在台下 看我这么表演 哪怕我插人转的时候 我爸在台下看我表演 一次都没有 这就是我这辈子 在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那我有一个提议 接下来你要不要 就在我们的 有情主角的舞台上 认认真真的 好好地唱一次二人转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大家都知道 二人转是单思不成现 孤木曼成林 我也有我的黄金搭档 今天我想 我跟我的单姐 来共同地演一 二人转传统正戏 三请樊丽花的选段 将须班兵 带给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 也带给天上的爸爸 有请 另吃另见 传下去啊 正是我借过领钱走着就当了一边 走进大厂 自习观看 扫她 见嫂子绷着个小脸不大眼 早上前试了一个伤铁验 脸就脸呗 为你生了嫂子你大驾客安 这几天收回了你的油头粉 面呐 面就面呗 不好看呗 小模样不想从前招人写憾了 莫非说想我小哥英雄好 恨呐 恨又恨呐 你看你鸡啥呀 不吃饭不睡觉你疯疯癫癫呐 我早就笑了你看 我愣在心上 心要在面呢 你瞧我嫂子笑的真好看呗 千二弟来韩国大礼当鞋呐 早就担担不息担担不息 听说你们唐营打了胜仗呐 胜了这都赢了 你们唐营刀香入库 我马放南山 那是 你应该回朝福报珍珠啊 你来我韩国安卫的是哪一般啊 你看他给我整起了 你休扯兰 我不扯兰 你休装憨 我没装憨 你明知我老将把兵搬 搬请房嫂出汗关 八九个小哥雪丁山 你跟我耍的什么满呢 明知你来把兵搬 八九强人雪丁山 给你个颜冰组下月 两三大地三六三三 你给我滚出去 谢谢 谢谢 欢迎一下我们铁柱的搭档 大家好 我叫张丹丹 是铁柱以前的搭档 谢谢大家 哎 铁柱啊 你当年获得总类组总冠军 搭档是单单吗 对 就是他 那个时候他的每一个节目 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参加的 他刚来学校的时候 还是个小不点 各方面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包括你的大舌头 刚来的时候 他说话就是不是很清晰 大舌头 哥哥不分 然后最主要的是 他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尤其是我们学二人传 背戏词必须得认字 如果不认字的话 那不就让别人笑话了吗 你那时候可能 也不是很瞧得起他 对吧 对 对 对 我就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帮我当个弟弟 说实话那个时候 我们俩比赛 本来我们俩的压力 就非常的大 然后也有很多人 就是不看好我们俩搭档 有的学生说 我们两个去比赛 一期内主也拿不下来 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感觉是崩溃的 再加上他父亲 出了那一档的事 我就怕他坚持不了 但确实是那个时候 他的情绪一直是很低落的 他只有在练功的时候 他才能把他爸爸 这个事情给忘了 然后就有的时候练的 甚至我都熬不住了 他也能练了 他练他还拉着我 我必须得跟他一起练 然后之所以我们两个 最后人比赛能成功 我觉得真的是铁柱努力了 他做到了 因为能承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还去比赛 还能取得好成绩 不是一般小孩能做得到的 既然两个人这么好 那为什么后来分开了呢 其实那个时候 我更想追求学业 因为我在有一次 二人转表演的时候 遇见了一位二人转的前辈 他跟我说 说一个二人转演员 一定要有文化的底蕴 就包括在学校的时候 给我拿个剧本 我都得问 我都得问他们这些大孩子 连字我都不认识 我的干爹 还有我的家人 就是一致地要求说 孩子必须要学习 当时我们还开了一个 家庭的会议 最后定夺说 我和我的干爹去 长春来学习这个文化课 好多年跟丹丹 都没有站在舞台上相逢了 对 这次 六年的时间了 感觉怎么样 两位 还行 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还是有当年的默契 对 我们也特别感谢丹丹 今天能够来 有请主角为我们铁柱 撑场子 对 好不好 谢谢丹丹 谢谢 谢谢大家 在铁柱的脸上 我没有看到命运的不公 没有看到生活的悲苦 我看到的是对梦想的渴望 对未来的向往 铁柱就像是一个小太阳 用自己的笑容 用自己的演出 去回报身边的每一个 帮助过他的人 我们也希望铁柱能够带着父亲的心愿 在二人转的路上越走越远 接下来的这位主角 是一个年仅11岁的小姑娘 他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整个家 从三岁起 他就开始一点点学着做家务 到五岁的时候 就能给爸爸妈妈做饭洗衣服了 说到这儿 您可能会问了 这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这小姑娘为什么这么小 就开始做家务了呢 难道这是什么特殊的教育方法吗 尤其本期主角 有这小女孩那么可爱 你叫什么呀 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冯丽青 多大了 多大了 11岁了 11岁了 上小学六年纪还是初一啊 初一 您是冯丽青的妈妈对吗 对 那我看您身体好像不是太方便 是有什么问题吗 是我小脑扁桃体下上 腰肩盘突出 压迫神经不能动了 也就是说 你每天只能坐在冷椅上 对 现在照顾你的重担 压在谁身上呢 就是我老公和我女儿 我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就是由我女儿全全的固扎 吃喝拉沙都要她来帮助我 因为丽青好像掉眼泪了 我问一下小丽青 你从几岁开始做家务的呀 我从三岁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 比如就是洗一洗自己的衣服 五岁开始做家务 也在地里做一些农活 五岁就开始了 因为这个年龄是很多的孩子 还是躲在妈妈怀里撒娇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委屈啊 这么小就要干这么多的活 这么累 没有 而且我刚才看到小片当中 丽青妈妈 你在看着小丽青干活的时候 好像拿着一个镜子 这个镜子是干什么用的 我不是不方便完 就是出了我的视线 我找不到她 我不放心 就是用那个小镜子在找她 看她干嘛 让我安心点 哎呦 这就是母爱 她能想这样奇妙的方式 来观察着女儿 关心着女儿 妈妈多好 小丽青 你五岁的时候 你拿着动做饭的什么菜刀啊什么 拿着动吗 有点困难 她拿菜刀的时候是 切菜 不是她拿不动那刀吗 她就拿着那刀背 刀背切菜 你会做什么菜呢 到现在 面食 猫耳朵 炒菜 我各样都会做 做饭的时候拿过手吗 拿过 有一次 不哭了还是 我妈想吃豆角 我切的时候 就把手给划了 当时我经常划手 我妈就没有注意 当时我哭得特别厉害 才一起我妈注意我 才给我伯伯打着电话 带我去姑姑家 给我包扎的 只要现在手上还有伤疤 拉手那年多大 八九五岁的 你八九岁就能 就自己会做闷扁豆了 当时就是技术不咋 对吧 就是咸的咸 甜的吃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 应该是爸爸妈妈的小公主吧 她的一天 应该是从 妈妈温柔地吻 和满桌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的 然而小丽青的一天 却截然相反 她要先叫醒妈妈 给妈妈送上一杯热水 然后烧火做早饭 照顾全家人吃上饭之后 她才自己出门上学 在同村很多小伙伴的眼中 小丽青的家有点古怪 房子年久失修了 家具也是破败不堪 爸爸常年累月地 拱着腰走路 妈妈整天呆呆地坐在床上 表情慕容 而叔叔呢 总是自言自语 神志不清 作为这个家里 唯一健康的小主人 丽青除了学习之外 要操心的还有好多事情 爸爸患有强职性脊柱炎 丽青一有时间呢 就去地里干农活 分担爸爸的辛苦 妈妈下身瘫痪 情绪低落 丽青每天给妈妈讲笑话 唱歌跳舞 努力让妈妈开心一些 而叔叔呢 致力障碍 丽青尽量地抽空 多陪着叔叔 免得他出去 找不到回家的路 可以说 小丽青承包了 家里的全部家务 大人做的事情 他能做 而大人不能做的事情 他学着做 见过小丽青的人 都会由衷地赞叹 这是最懂事 最能干的孩子 但是懂事的小丽青 却在心底 藏着自己的一份内疚 那是在他五岁的时候 爸爸出门打工了 家里只有他和妈妈 叔叔三个人 妈妈呀 想喝水 可是当时家里 却没有一点热水 没办法 丽青只能是自己 生火烧水 用旧报纸 点燃细柴之后 这丽青才发现 丽青 这家里的柴 我不够用了 所以呢 小姑娘就急匆匆地 去外面捡了点柴 等回家的时候 却远远地看见 自己的家 在冒烟 原来这孩子出门之前 忘了把烧着的报纸 和细柴给扑灭了 这火苗窜了出来 已经把整个家 烧了一片火海 火这么大 妈妈在里面 为什么一点动静 都没有呢 丽青一边喊着妈妈 一边冲进了房子里 房间里全是浓烟 可是妈妈却躺在炕上 一动不动 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看到丽青站在 着火的门帘下 妈妈突然脸色变了 不停地大喊 丽青 别过来 往外跑 丽青哭着 要妈妈 爬上土炕 拽着妈妈的手 使劲地拽 可是孩子力气太小了 而屋外的叔叔 却站在院子里 看着大伙傻笑 火势越来越大 妈妈 右手的棉被 都被烧着了 丽青依然死死地 拽着妈妈不放下 拗不过女儿 妈妈让丽青 拽着被子 一点点地爬 就在他们娘俩逃离 火海的那一刻 烧毁的门框 哗啦一下 全掉了下来 在池上一秒钟 可能母女俩的命 就没了 事后妈妈 事后妈妈告诉我 她当时其实根本不想出来 她不想脱离我和爸爸 她更不想脱离这个家 可是妈妈 也许忘了一件事 这个家里如果没有了你 就不再是家了 我虽然现在的力量很小 有时候也会炒货 我能帮爸爸 分的所有的农果 但是 你们可以等我长大 我会让你们过上 高高幸福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小青青给了我一个一生没有读过的剧本 她小小的身体大大的爱让我确实是控制不住了 真想把她带回家 这个丽青啊 我问一下 你五岁的时候生火 结果呢 家里面就发生火灾了 这之后你还敢生火吗 这时候我段时间我经常会梦到这样的情景 我和我妈妈在家 家里着火了 我喊着我妈快点跑 但是爸爸不在家 谁又生火呢 就克服了这种害怕的心理 所以现在也没有多大剧位感了 坚强 非常坚强的孩子 我问一下你爸爸妈妈最爱吃你做的哪一道菜 拔丝红薯 我的天哪 这个很难做 很难做 丽青 你真的能做 能 你能给我们现场做吗 能 真能拔出丝来 能 我们接下来看 丽青小朋友现场给我们做拔丝地瓜 我们算他从五岁开始做饭做到现在 六年了 六年的厨师 丽青现在是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你后面看 行吗 就等着油热是吗 对 等着油热 好的 我们的 油箱已经出来了 好的 这压点多做点 要不然不够它不够 亮姐 按照你的要求没问题 你看小丽青 它的油就是没有任何的气泡出来的时候 全部已经平了 你看它下锅了 清清 我进来一下 方奶奶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当油快要热的时候 你可以先拿一个放进去看看怎么样 再放所有的这个 越来越香 哎呀 这妈妈的多幸福 她要不看看扎一个 咦 还是有一点不行 没着急孩子 慢慢来 慢慢来 上色了 现在我们要往外捞了 你看颜色多好 很娴熟 哎呀 颜色非常好 色味香 俱全 好的 该炒糖色了 太纤细了 水炒糖色 第一对身体好 第二呢 也比较好炒 最开始是跟哪儿学的 对 这个是我最想问的 我妈呢 嫌我做饭过里过去 就这个 然后呢 我妈就说 你不会 你不会送点其他的 她在朋友圈 然后就 就是有人发出来了 正好我家调料具备 她是在网上找的食谱是吗 对 有点意思了 现在 有点意思 再喘子一下去 一来看出来了 有感觉了 心情没事 心情没事 不要说你11岁 你看看她 用完的东西放回原处 放回原处 这是一个家教啊 看起来妈妈家教有方啊 好了 现在关键时候到 就这一时候才是科学 一分一秒 都非常的重要 对 这个时候最见功夫 最见功夫了 小鬼当家 冯丽清 好 身心差不多 小心手啊 它不同 绝对能拉出丝来 绝对的 没问题的 就看到这儿 就这丝绝对出来了 慢慢来 味儿很正 味儿很正 小心别烫了 慢慢来 盘子 对 还有水 待会儿你们 小心点啊 别烫了少还 嗯 拧了 拧了啊 拧了 好 这杯糖还可以放在那里 好的 好 来 等一下 丝一定拉得出来 咱们不要 丝一定拉出来 从这儿 拉到我们导演那儿 啊 怎么了孩子 拉到那儿 啊 什么 拉不出来 看她们笑 我那是形容词 孩子 把孩子想 准备拉丝 有点没问题 我们看谁拉得好 赶紧给撤鞋 来来来 来来来 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一女多长 那个我 我先出一个 再看这个 看看这个 哈哈 哦 天哪 哎呀 天哪 哎呀 太好了 厉清的妈妈笑了 这真情 非常的非常棒 哎呀 看 您那吃的是半成品 您还有芝麻呢 把这个送给她的爸爸妈妈 筷子 哦 趁热啊 要想妈妈笑 天天给拔子地瓜呀 啊 您拿一下 现在特别爱上了 我给您准备快 特别爱上了 她院里都可以 我给您关着 您来一碗 哦 这是女儿的 来来来 给爸爸一碗 哎呦 爸爸妈妈这高兴 您瞧 多好 怎么样 你感觉 我觉得真是太好了 女儿做得可以吧 嗯 真好吃 好吃吧 特别好吃 哈哈 刚才丽青说到 有一次家里失火了 嗯 然后丽青想叫您 从屋里面出来 但是您当时 说让她快往外跑 您当时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我就是觉得 我会脱离 脱离家嘛 当时就借着那个伙食 也就一了百了的 当时真是 有那种想法 哎呦 可是丽青后来又说 到最后的时候 您说 你拉住被子 我就能出去 然后您当时 奋力地往屋外面 去移动 为什么忽然之间 又奋力地往外走呢 因为 她就是不出去 我赶她走 她不出去 我怕把我女儿也 在哄哄在火里 出不去 真是这个母亲啊 母爱的伟大 怕联络孩子 然后又要救孩子 瞬间的这个思想的变化 是丽青拿自己的命 把妈妈逼出来的 这个妈妈平时在家里面 她不爱笑 可是刚才您那个 拔丝地瓜一吃 我觉得笑得 笑得可开心了 甜蜜 到底是什么 到最后让您这个心情 扭转过来 开始变得开心一些了 就是看着我女儿的成长 就看到越来 她虽然有些 有时候不听话吧 但是她 现在逐渐地 越来越懂事 就常逗我 笑什么的 越来越 她调皮那种 会让我 那个心情特别放松那种 就让我不自觉地 就感染得让我开心起来 我问一下大哥吧 大哥啊 丽青的叔叔 说是脑子不太好 他小孙子就有病了 一直 您的这个弟弟 是您和您妻子一家 在照顾对吗 是的 我问一下丽青 你照顾自己的叔叔吗 照顾 我妈妈和其他人都说 我对我叔叔特别地好 但因为我感觉 我叔叔就是我从小的玩伴 经常跟我叔叔玩 坐在他怀里 他就一直都我笑 你看着爸爸妈妈 照顾叔叔对吗 对 从你出生开始就是这样 对 所以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父亲母亲 不光言传 而且在身教 对 心情是无价的 真是不得了 今天这个丽青和妈妈 两个人互相给对方画了幅画 对吧 对 我们现在现场交换一下吧 看看画的是什么 现场交换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妈妈画得很好 是丽青上了大学 带着一个大学的博士帽 丽青画的这幅画 我能读懂 丽青画的这幅画 这幅画是一家四口人在一起 有爸爸妈妈有自己 然后还有家里的叔叔对吧 对 画的是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真好 妈妈画的这幅画 丽青拿过来我看 哦 是丽青以后上大学毕业的时候 您这幅画画的其实是您的希望 对这个帽子呢就是一个博士帽 代表着我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学业有成 代表她有能力 代表她有能力 还有她这个眼睛呢 我想画得自信 自信一点 我问一下大姐 随着丽青一天比一天长大 这希望实现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吧 对 看见希望的人 就会笑得出来了 你看妈妈又笑了 你看妈妈又笑了 妈妈又笑 然后呢 丽青画的这幅画 其实是丽青的家 这个家要永远在一起 要永远不分离 对吗 对 我这也意味着 因为我妈妈现在是坐轮椅嘛 这幅画呢 几乎家里都没有生病的感觉 我希望就是我家全家都幸福 都是这样很健康的 我们看到了 我们祝福你们 其实今天这个舞台上 此刻我感觉的是 真的是满满的爱 你们一家人 其实向我们表达了 用微笑来诠释生活 特别是丽青 你用这样小小年纪的担当 表达了什么是孝道 真的 我们全中国的孩子 都要向你学习 在宿舍里 有好东西都跟我们分享 他提起他 我这么想跟我们分享 我们就是把他他们分享 这些在宿舍里 采集了 为什么 我觉得 我们这些摇取的 在一个人留言 我还是给你 我们打电话 的 但是 我们在前面 是 是 宇女 在宿舍里 我 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